好 我们进入全球眼 继续要关注的是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成 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6月17号 在圣彼得堡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 讨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倡议 据俄方透露 非洲代表团团长由科姆罗总统担任 代表团成员包括南非 赞比亚 塞内加尔 乌干达 刚果部的总统以及埃及总理 在此之前 非洲代表团将于16号访问基辅 并与乌克兰领导人举行会谈 此外 CNN今天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 粮食交易将是普京与非洲代表团 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 此前 普京称将考虑退出黑海农产品外运协议 同时 他还签署了一项法律 废止与乌克兰在2003年签署的 俄乌两国共同利用亚素海和克制海峡的条约 普京表示 黑海谷物协议旨在帮助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友好国家 但欧洲是乌克兰谷物的最大进口国 这为乌克兰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来源 他希望就粮食协议的问题 直接与非洲领导人讨论 他强调 俄方已准备好 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免费供应粮食 黑海谷物协议于去年7月 由联合国和土耳其促成 允许谷物经由黑海安全通道 从乌克兰数个港口出口 虽然西方否认 对俄罗斯谷物和化为实施制裁 但是西方的制裁措施 令俄罗斯谷物和化为出口 面临支付物流和保险的限制 好 这些话题马上来连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赵龙 赵龙你好 我们看到普京是准备又拿粮食协议来做文章 而且我们看到他其实对于这样一个 退出之后的安排 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您认为他这阵退出的可能性有多大 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来拿粮食协议做文章呢 首先我认为确实有一定可能性 这一次俄罗斯真的会退出 至于说他的考虑呢 我觉得此前多次出现过 俄罗斯说可能不会延期的说法 但这一次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的考虑 你比如说在政治上 因为现在美欧对俄罗斯的能源 它采取了一个限价措施 所以它的这个能源杠杆的这个效力是明显不足的 而按照俄罗斯说法 现在欧洲是乌克兰鼓舞的一个最大进口国 所以现在打出这样一张粮食牌去施压欧洲 那么既可以寄希望于欧洲去约束乌克兰 比如说减少在黑海对俄罗斯船只的一些攻击 那么同时也可以制造一种恐慌的情绪 增加欧洲内部的一些社会上的压力 而从经济上来看呢 我觉得它主要还是希望美欧在全面解除 这个俄罗斯的粮食以及化分 这个技术性的限制方面要做出让步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俄罗斯上述的 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关键 都得不到任何程度的满足的话 那这一次这份协议的确存在终止的可能性 而如果一旦终止 我想它肯定会对现在的全球粮食市场 造成很大的一个波动性补称 好 也就是说您认为是普京其实提出这么一个说法 还是在等一些回应 如果这个回应能够满足他的要求 那么可能暂时暂缓退出这个粮食协议 我们再看他其实近期多次在公开场合 谈到了要和乌克兰的谈判 比如说他说在和战地记者会面的时候 他说俄罗斯从来不拒绝 只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谈判 13号他又说俄罗斯其实是有自己的一套和平计划 但是他也提到了前提 就是这个前提好像之前不一样 他说停止冲突的唯一途径 是西方停止供应武器装备 所以目前来看西方并不会停止这样的步伐 他在这个时候 平凡的说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有什么样的信号 我想他肯定是有所用意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开启了所谓的大反攻 但实际上双方在战场上的这个状态非常胶着 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美欧对于这场仗无法终结 这样的一种担忧的情绪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呢 他的一种更加积极的促和的意愿 我看到也明显的上升了 所以普京的相关表态 我们看就在非洲国家领导人组成的这个和平代表团 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前夕 那么俄罗斯再次强调说不拒绝谈判 已有和平计划 我想他不是天真的去期待西方呢 就会因此立即停止武器的这个供应 而是去迎合其他国家这样的一种劝和促谈的努力 同时也去呼应美欧内部的一些人士 他要求尽快开启政治进程 谋划外交中局这样的呼声 还有一方面我想他可能也是要借机去塑造 由于美欧的这个武器供应 其实是导致乌克兰危机 无休止的延宕 谈判无法终结的一个根本障碍 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叙事 从而来占据道德上的一种制高点 我们看这个在对战事的焦虑和劝和促谈的声音 这种两种大背景之下 感觉普京越来越拥抱这种和平谈判 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事实 对 但是因为这个俄乌冲突事关多方 所以我们可能多方都要关注 那今天开始呢 为期两天的北约防长会在布鲁萨举行 重点讨论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与此同时呢 美国媒体还透露 日本有可能会将向这个美国来提供炮弹 以增加乌克兰反攻所需的库存 奥斯汀强调 基辅需要长期支持 因为这场战争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 北约民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会将讨论提高弹药生产 以支持乌克兰反攻 目前美国已提供乌克兰400多亿美元军事援助 13日 五甲大陆还宣布再追加3.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此外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称 根据日本和美国2016年签署的协议 两国可在长期的安全联盟下共享弹药 日本正考虑根据这项协议向美国提供 155毫米炮弹 据报道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称 这批炮弹有助于补充美方对乌武器供应 报道也指出 对于长期以来限制致命武器出口的日本来说 此举是一个重大转变 我们继续连线赵龙先生 同时特约评论员宋中平也会在线参加讨论 首先问一下中平 你看刚才报道当中非常让人关注的一点 就是日本的炮弹将来可能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这个动作非同寻常 您怎么来解读 作为日本来讲的话 它的炮弹是不是会出现乌克兰战场 关键在美国 那么美国如果要求的话 我觉得日本的炮弹是可以的 而且也是日本巴不得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为你像日本国内有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禁止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对外出口 如果能打破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禁令 对日本来讲的话 绝对是一件好事 你像现在在俄欧军事冲突里面 韩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韩国甚至可以把很多武器装备卖给 包括波兰在内的国家 日本是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 如果美国能够允许日本把自己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向乌克兰来出口 而由美国来买单的话 我将近日本一定会高兴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美国和日本其实有共同的弹药库 你看美国不仅仅和日本 包括和韩国和以色列都有共同的弹药库 如果有这些弹药库的话 是共享的话 那么可以把现成的比如155毫米的榴弹炮 就直接来援助给乌克兰 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 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日本关键就是如何来突破 目前的这些法令法国 对日本的限制 那么这些限制又需要美国来开个绿灯 所以我相信只要美国执意这么做的话 日本一定会帮助美国实现 这样一个出口炮弹的小小的理想 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日本乐于在一些重要的地方 它要强化自己的军事符号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看到各方都在呼吁说 尽可能要以和平谈判来解决 但是有的国家不断地以军援的方式在拱火 这事非常让人遗憾 我们稍后继续来问赵龙先生 就在今晚我们看到欧洲议会 是以425票赞成 以及38票反对或弃权 通过了一项决议 敦促下个月的北约峰会上 要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您分析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首先需要明确 欧洲议会它是欧盟的一个监督咨询和立法机构 所以它的决议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更多的还是向欧洲的这些北约成员 去进行一个政治施压 而且我认为目前来看 北约不接纳存在领土争端 或者处于军事冲突状态国家 这样的一个资格门槛 它还是依旧存在的 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要进行一个破例 要进行一种新的一种打破这个常规 我觉得这个共识现在目前很难取得 但是当然出于对乌克兰的支持 特别是如果乌克兰在这次反攻当中 取得不了自己认定的胜利的话 那么北约需要为它提供持久的安全保障措施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维尔纽斯北约的这个峰会 可能会讨论更为综合机制化 甚至是准成员式的一些安全保障措施 不排除部分成员国 可能会跟乌克兰去探索签署一些双边的安全保障协定 从而作为短期内啊 无法接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一种替代性的方案 或者是一种过渡性的方案 好 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 参加我们的节目 曾经是我们的采访 令很多礼 WouldnACK 谢谢大家